谢谢温总 今天来新闻听演唱会 那个 合同能签了吗 不急 今天还没过完呢 不如现在 你来我家 什么 白天没喝到酒 不痛快 我家有一瓶 二零一零年的拉菲古宝 陪我喝两杯如何 温泽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觉得我想要干什么 为了一个合同 你要陪你吃饭听歌打球 什么都没说 我忍了 行 你要让我跟你一起回家 还要让我跟你一起喝酒 玩完酒你想干什么 说 还能干什么 不就 喝完酒 你自己回家睡觉 除非 你想干什么 好 两个选择 去 明天你就可以去人态谈合同 不去 我现在立刻就把专柜给L&D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自己选择吧 别太过分了啊 别太自己为事 行吗 你觉得自己又帅又有钱 就可以足够所有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妹子 我是有底线的 温泽 你过线了 妹子 我不去 你确定不去 废话 我当然不去 吴总 我温泽 那个化妆品旗舰店的位置 那是 你就给L&D吧 对 就是那个 没错 明天可能约时间谈合同 好 就这样 晚安 不 晚安 对抗紧紧也满心肠 插着的标签都似傻乎 借效应着飞舞变化 给你是成长的犀利 跌落的上线就当作靠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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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文哲 是男人就给我回去了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请说 就一个职场老大的话来说 生意人创造前 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企业家为社会承担责任 就你这样也配做一个企业家 在我眼中 你连做商人都不够格 人态老板怎么想 把人态忠心给你 瞎了眼了吧他 看了马云的访谈 不错 职业经理人生存的三样东西 第一 素质 第二 能力 第三技巧 文哲 你确定是素质 唐俊那书也背了 接着说 人在做天在看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文哲 你就是运气好 早晚有一天会造报应 行吧 既然今天解来了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大坏蛋 你这个大坏蛋 大坏蛋 大坏蛋 你信不信这什么 先生啊 又不是你们任他一家商场 我告诉你啊 就那捧合同 我不要了 我也拿到SW的最大单 你信不信 痛 痛是吧 痛快 姐练过 看得出来 好 明天早上十点一刻 来我公司 我们来谈谈 那个破壳筒